迂衡 哈啰哈啰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一次的 蟻聯球迷的多重圓詰球 提提 256 player 如果大家想參與的話 記得在每一場賽後 ี頭四時前 在WhatsApp留言留言給我 我就可以安排在這裏跟大家說說大家的感受 第一個要說感受的人就是他 大家看看畫面的右手邊 阿蒙 阿蒙 就是今天沒多樂場的馬天尼斯 但他都很明顯在精神上支持他的隊友 絕對精神可嘉 中間的畫面就是 今場賽後一些精彩的片段 我們一路重溫著今場的精彩片段 即是賽後 一路就看看卡斯美奴 第一個舉手位是12碼 一路聽聽其他朋友 我們的巴友 究竟他們怎樣看這場球 有請 大家好 我是阿希 來自新加西的 各位今場萬聯對白麗頓的賽事賽有感想 恭喜萬聯可以幾經辛苦 進入足總盃拳賽 硬撼萬成 但這場球有關的情況 撇除了 蓮迪路夫最後一球12碼的冷靜處理 我們先不要說這件事 但已經在那8、2分鐘 蓮迪路夫已經可以成為我們今場的MVP 的大儀人選 甚至乎在我心目中的MVP Man of the Magic 他在 後防線的包球 位置感 其實都是非常出色的 其實今場中前場的球員 發揮得不太理想 尤其是我們黃金中場的三個人 B肺 卡斯米露和 壓力神這三個人 其實活力和狀態都不足夠 去應付白麗頓中場的那群 那群年輕人 加上馬斯亞 和拉斯福特都不太好 狀態真的很好 唯一可以稱讚 可以稱讚少少安東尼就是 他 他有些進步就是 底線終於用了兩三次 他的生鏽右腳 去出球 其實是非常之恩惠的 在球迷眼中 非常恩惠 他終於不是只有一招 但是 同時間也要讚一讚坦夏的 部署 就是他放低了曼聯 這兩個字的身段 給了大部分的控球時間 給白麗頓 當然啦 曼聯他坦夏也知道 離開中奧奪福的曼聯 其實是 真是差一點 真是糟糕的 加上白麗頓 你要在他 前半場逼搶他 其實是一個 挺困難的事情 我都要稱讚坦夏的安排 臨場的調動 今場也調動得不錯 整體上 OK的 加上雲美沙卡 某程度上都可以 鉗制到3000分 都不錯的 恭喜曼聯 今場踢得 算不錯 雖然 整體狀態 不算 很好 但是進度級 就是怎樣 恭喜曼聯 我是多仁多阿moo 今天呢 曼聯對麥麗頓 這場賽事 我會覺得 曼聯的陣容 不是完整的 但是勝著球員來說 是中之盛盛 每人跑出一步 所以在那個 表現上 完全可以的 而坦夏在場 都一定的部署 例如在右邊 文美沙卡 一直都針對著 辛丹芬 看著他實在 而且文美加沙的確 做到他的工作 直到他換出之前 辛丹芬都比較 跑慢了 體力好投資了 他才被換出 中場來說 都表現不了我們要做的事 特別 班路的問題 跑得很多 而這場賽事來說 我看到的 更低是兩位門將的比拼 大家都是西班牙瓦門將 當我們經常都說 迪迪仔 比他控球不好 當我們說 他為何入不了 國家隊的龍門 做龍門的時候 你看看 羅伯珊丹芬的表現 似乎有點像 比敵敵仔 高一點 就正如在十二碼裏面的撲救 你都見到 敵敵仔就好像在看貓子 但是呢 珊丹芬似 似乎是捉到路 還撲到 碰到球的 只是球太勁 撲不到出來 這場賽事 是有神勇的 偏黑 這場賽事 這場賽事 足夠了幾球 很險的球 這場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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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五五球 再加上 個人覺得 今天的球證 似乎對曼聯的 執法那邊 比較緊 這場賽事 我認同阿莫 我其實在拍打包那邊 說漏了 我們 吃了幾張王牌 我都覺得 我們吃的王牌 是技術犯規 應該 但是對手也有幾個情況 絕對是技術犯規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給王牌 這件事 我絕對多謝 阿莫提一提 亦都很認同阿莫 相反對著白麗頓 似乎好像 又好像鬆了一點 不知有沒有個人的感覺 還是大家有沒有這種看法 希望在6月3號 我們曼聯 對曼城的時候 我們可以爭取我們的 雙冠王 而且 希望 就正如大巴所說 我們 要阻止 曼城 做這個三冠王 我們曼聯 自從1999年到現在 24年 我們都是要三冠王的美好 希望我們保持著 是我們為我獨尊的 三冠王 不要給曼城 去分享 多謝 Hello 各位朋友好 我是Vinson 類似馬雷西亞的 今場對著白麗頓 我對全隊的 無論是正選或者後備進來的 都覺得OK的 全部都OK 不會懶懶行 全部都是拼拼救 有個魔血在這裏 唯一要談的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 最後一腳就差一點 最後一腳就差一點 入不到球 就是這樣 曼聯高高高 阿芳 各位朋友 各位曼聯 我是KC 屬於九龍東區的 我想很多曼聯跟我一樣 經過一天很興奮 很緊張的心情 因為我們曼聯終於又可以 再去溫布萊差半斤 這場比賽裏面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跟大家討論的 第一 坦克的改變 不再要求我們所有球員是由後場做起 而是很多時候 都是放棄這件事 你看見迪基亞這場甚少是在後場做球的 很多時候他的龍門球都是減到前面 另外一件事我們就是所有人都是 後防線是很專注的 文比撒卡 連帝洛夫 蘇爾 和大洛仔 都打得很好 其中由以 連帝洛夫 和文比撒卡 是 更加表現出色 文比撒卡是令到3000分 的作用減到最低 之外 他也有 試過幾次是上前助攻 可以過倒對方的球員 製造了一些威脅 連帝洛夫 他雖然長久都是打後備 但這場來講他打得很鎮定 沒什麼脫漏 很多球他都可以包到 而迪基亞都是撲到兩三個 很精彩的撲球 令到我們這場比賽是可以堅持的 至於前面的球員 福西真是狀態是回落了很多 看他的暴頭就 不得爽 唯一一件事 安東尼經過了大半季的 訓練或者自己的努力 我在這兩場裏面 亦都看到開始 他的右腳 私家右腳開始 有些作用 他這場比賽或者上一場比賽 他都有試圖落過去底線 傳中 雖然都未曾做到入球 但起碼和他以前 只懂得帶球內切射門 好很多 令到對方的後衛也都 不會只是 難以觸摸 因為他究竟是內切 還是推落底線傳中 中觀全場比賽 射12碼 我們每個球員都射得很好 其實我們的12碼是比較劣勢的 第一 我們是 抽不到射先 心理上會比較有大一點的壓力 另外一方面射12碼的地方 正正是對方球迷的所在地 我們每個球員射12碼之前 都會受到對方球迷 虛聲 搖旗 不動輝沒有旗 影響 騷擾 但他們都射得很好 五個都射得很漂亮 大致上就這麼多了 希望我們到溫寶來 可以再一次 贏到萬聖 拿得半分 拜拜 拜拜 哈嘍哈嘍 大家好 又是我柯南 來自西貢區 又是時候說說曼聯的一些賽後評 今場球要說的賽事就是昨晚 在抓狗妹四強 曼聯就以互射12碼 7比6淘汰了白禮頓 我們就入了抓狗妹決賽 對曼城 其實今場球 全場球我個人覺得 很均勢 大家都有一些 不同的機會 兩邊的龍門都有出到神咎 力補不失 其實 我覺得 去到要互射12碼 是完全不出奇的 今場球真的有看整場球的話 這個結局是完全不意外的 今場有幾個球員都很值得說一下 首先就是 雲比沙卡 因為大家都猜到 他今場球的任務就是要凍結 日本的球王三仙分 金場球他真的很稱職 雖然 有時候看到三仙分 其實 都很難應付 看到雲比沙卡對他的時候 雲比沙卡都可以儘量延遲到 三仙分的推進 所以 都可以說是 成功凍結了三仙分 這件事當然就是 雲比沙卡 金場球的其中一個亮點 另一個 投員都要稱讚就是 為我們曼聯射入最後一個12碼的蓮迪路夫 金場球他就連續兩場打正選 金場的拍檔變了蘇爾 因為麥佳亞就停賽 蓮迪路夫這場球也是非常穩定的 用球場傳都進展了他的功架 其實他的腳下功夫 當然都一定比麥佳亞的 金場球 他在右邊 有時候他都要幫忙 協防守著三仙分 其實 都可以說是很稱職 都很嚴密的防守 令到 其實伯麗頓的機會 都不是那麼黃金的 其實 這件事就是 金場球我覺得是 第二個要稱讚的 一個大力稱讚的球員 其實 除了這兩個球員之外 但是也有 少部份的球員 我覺得是踢得 一般的 其中一個 我不知道大巴你認不認同 我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我覺得這場球 萬聯 如果說萬聯 踢得 比較差 我想大家都猜不到 這個人 就是卡斯美勞 我想 Conan 錄這段 音的時候 就還沒聽 今天的拍檔不夠道 大家都知道 拍檔不夠道 我已經 跟Conan 萬迷所見略 就是大家的畫面看到的 卡斯美勞 我對他有點失望 明天Conan 怎麼說 卡斯美勞 我覺得有一點 還得還失 很早階段 就拿黃牌 其實當時我也很害怕 會不會又吃紅牌呢 因為 如果你 拿第二面黃牌 即是紅牌 即是第三次 拿紅牌 其實你的刑期 又會追卡上去 這一方面 我當時看 當然很害怕 幸好 卡斯美勞最後也控制到 沒有拿第二面黃牌 兼射在互射十二碼 是第一個 自動請英去射 當然是入 但是 不說十二碼 說回整場 卡斯美勞我覺得這場 比起以往 貴宗 世界杯之後的 狀態 我覺得卡斯美勞 是有點回落了 因為 真的不知道是否停賽 停得太久 那麼 兩場對西維爾 歐八杯 卡斯美勞其實都有 犯錯 即是那些 頭鎚 公門 抹不住某些人 令到曼聯就出逐局 今場球其實有些位置 他落腳又 落得不準 做不到那個屏障 所以這一方面希望 和卡斯美勞 就快點重拾 那個狀態 還有另外就是 艾力晨 艾力晨其實這場 都沒有什麼表現 不知道是否傷得太久 狀態都還沒有回來 那 都 不過真的要留意 我們去到六月頭 才會踢這場 決賽 到時很多事可以發生 當時來說 究竟我們有幾大的能力 幾大的資源 去挑戰萬城 到時才選擇 說真的 希望他們快點回復 回復狀態 因為真的很重要 去到五月份 還有很多賽事要打 因為還有很多輪的聯賽 歐巴輝不用打 但是我們還有足夠杯決賽 我們也要打 所以呢 其實在這裡我想問問大家 大家現在看到 我們足夠杯真的入了決賽 而相對來說 聯賽又真的是 前四 由於對手的失誤 令到我們越來越穩陣 純粹說如果 其實如果我們知道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對於覺得 是否應該盡量去爭取 歐巴輝會不會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經過了今天之後 這樣的爭前四的狀態 足夠杯到最後才踢到季尾 其實 說真的 再踢兩場 歐巴輝 三場 加上決賽 所以 其實資源是有的 當然也是不搞的 因為這場球也是緊緊的 我覺得有時足球比賽就是這麼有趣 他們匯勇是必須的 亦都希望盡快 最後講一下坦克 坦克這場球 終於叫做我覺得 沒有那麼執著 放棄了一些後場猜球的 戰術 因為始終馬天尼斯不在 後邊的球員猜球的能力 都是一般的 所以這場球 你見迪基亞都沒有像上一場 這樣 短傳的 通常都是大腳 清就算了 這方面我覺得坦克也算是 有看餐吃飯 及時轉了一個我覺得比較適合的戰術 另外就是 今場 換人我也想講一下 因為 其中一個換人跳動就是換走了 班奴 其實換了班奴那一刻我也很害怕 換了班奴 但是 當時是加時 當然也要給班奴休息 因為下一場打熱刺 但是我有另一方面在想 如果只是射12碼 班奴換走了 又是不是合適呢 但是這場球 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都是入了 其實 這一方面我 看得到 他和蘇斯阿查的分別 因為蘇斯阿查 大家還記得他歐巴布的決賽 就是 他90分鐘內是不換人 然後 將全部換人 都放在他 射12碼的球員 換人出去射12碼 這樣就算了 但是 坦克就不是的 坦克是不會理會誰去射12碼 他覺得你要休息就要休息 我覺得這一方面 坦克也是要稱讚 長遠的部署 因為始終班奴都要留力下一場 打熱刺 他不會說一定要 我要留你42碼 那我就不換你走 就是不會 那 當然今場 我們就贏了 我們就可以說得這麼輕鬆 但是 其實我覺得做領局就是要夠果斷 那你覺得誰要換走就換走 不要說 我一定要留他到最尾 不需要 那今場 還有迪基亞 我想說 他撲12碼 真的不太行 那今場都是靠對方 飛機 我們才贏 那 如果 還有這些 互蛇12碼的機會 我覺得迪基亞真的要 練習多些 或者 看看會不會換另外一個龍門 因為始終都很牙烟 如果 馬子不是飛機的話 我覺得 很大機會 他又會 好像歐霸杯那樣 又去到最後迪基亞射 然後他自己又射失 搞得我們出局就不好了 如果去到決賽是這樣的 又哭 真是 所以 迪基亞希望 你自己都要improve一下自己 這次 講到這裡 又講了10分鐘 真不好意思 下場也有一次 我們爭前四 繼續加油 再見 絕對不用不好意思 各位朋友 喜歡講多久 講多久 最重要 就是講出重點 和理想 和大家分享的東西 趁這個機會 最後和大家分享 現在大家畫面見到的片段 是發生什麼事 下一段就是 剛剛有幾個朋友都說 麥卡倫是負責安排 誰射12馬射先射後 其實都是問的 你看到 卡斯米魯第一個舉手 射第1個12馬 這個更加重要 韋賀斯射入後 就kiss了波子 才被Sori Ma Sori Sori Ma 總結他射不入 這有趣的 卡斯米魯不知道有什麼鬼 原來 在胡石石牌的期間 他在中間跳的奇怪舞 說真的 你看到 奇怪舞的時候 並不是在射 所以他又不是在騷擾對方的龍門 不知道他跳的舞是什麼意思 真的要 找人有機會訪問問問他才知道 另外這個就是有趣的 韋賀斯 當我們贏了那一刻 是第一個 自己衝過去 萬聯球迷那一邊 去和萬聯球迷慶祝 這個也是 很有心的 以及也有朋友說過 其實球證選擇那邊42馬 對我們 是有點不利的 不過anyway 無論如何也好 不利也好 我們結果就是 入到決賽 入到決賽 就是那句 五波來的 怎樣也好 OK 這次就來到這裏 再次多謝各位朋友的參與 MAN OF THE MATCH 即最佳球員還在選中 大家可以回到今天 第一條片 去 算吧 今天第二條片也蠻有趣的 有小遊戲和大家玩一下 我暫時 現在4點多錄音的時候見到都未有朋友 玩過小遊戲 那就是 清選 後備 賣酒 大家可以去今天第二條片 留言參與 今次在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